特首和地宋李宗 特首和地宋李宗 激烂全民养国家 长者生活自安心 十几日团体趁着行政长官曾荫权 发表最后一份施政报告 他们手持还压 来到新立法会大楼外请愿 赠取全民退休保障的团体 就制作了一个道具时钟 奉执曾荫权为离任倒数 有要求就全民退休保障 订出时间表 尽快进行公众资讯 有社工团体就批评政府 补给于基层市民发声的平台 经常以一筆各撥款逃避责任 要求特首为香港做长远的规划 民主党就要求增建公屋和福建居屋 提供15年免费教育 和重设扶贫委员会 民建联就要求特首 预留多些土地增建安务援舍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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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